在过去25年 一国两制是成功在香港落实的 经过不同的一些风风雨雨 但是香港也经历的 每一次的挑战之后 也变成更有弹力 更有弹性 更有动力 香港回归25周年前期 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接受记者采访 作为即将于7月1号正式上任的行政长官 如何同背香港开心篇 李家超表示 在香港由乱到智 由智即兴的关键时期 施政重点将是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但是同时也要居安思危 全力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做好风险管控 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发展经济 可能我们经过了一些破坏的年代 有一些问题 是做得不好的 现在是应该建一个底 这个底做得好以后 全面现成发展 关键就是用好这五年 去建好一个我们觉得很稳固的基础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向上发展 没后顾之忧的发展 把社会整体的利益 就在发展里面分享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 建了一个关爱共荣 多元发展的一个关键的五年 在此前公开场合中 李家超多次表示 自己是一个务实的人 一个务实的行政长官 会如何应对香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李家超说 要科学分析和判断事情的关键点 针对关键点想办法 如针对住房这一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 李家超在施政纲领中提出 要从提速 提效和提量几方面着手 住房的问题也不单单是青年的问题 是整体香港的问题 也是困扰香港多年的问题 我会全面去提速 提效和提量 让供应方面可以增加 而且呢 我会压述很多在土地开发 而且房屋供应方面的程序 这个程序包括是法律程序 或者是行政程序 也是希望压述 这个整体供应方面的实践 当然 这个很多领域呢 也要 多要找地方去建设 所以在我的纲领里面也提出 在我上任之后呢 会成立两个组 都是要高层官员去负责的 要一个司长节别的官员 是负责的重点处理 供应房屋方面的供应 而且是整体在土地房屋方面的 统筹方面的工作 李家超表示 经济发展是改善许多民生问题的 关键 在十四五规划 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背景下 香港拥有无限机遇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 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 展现自己的价值 香港是让国际跟内地 有一个集结联系的一个桥梁和通道 那么香港的优势呢 是支持国家一个特区 是参加很多国际性的一些会议 是可以尽量发挥自己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力量和贡献 举个例子在人民币的国际化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呢 这个发挥作用呢 因为我们是最大的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 那么在人民币的广泛使用方面 香港在从中收贵 那么也可以帮助国家家人民与国际化方面的做工作 我们的机遇呢 跟这个国家发展 那么联系 那么机遇是无限的 过去25年 香港曾不止一次面临危机 但都顺利走出困境 李家超表示 每一次渡过难关 也是强化了香港自身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 他充满信心 法律制度呢 是帮助香港在整体应对方 家乡国家在我们的 作为最大的后盾呢 我对香港可以处理好 不同的风险呢 是充满信心的 我也会利用好 刚才我提到的两方面的元素呢 确保香港在应对以后 可能要处理了不同的问题呢 把它发挥的最好